今天接到了一位北京粉丝的主度哈 让我帮他选择香蜜色小泰迪送给自己作为陪伴 要求是眼睛一定要大体型要小还得会土生卖萌 我说这要求可不低呀 我一共给他准备了是这么多只 看了一圈我看这只挺符合他的要求的哈 毛脸又多体型又小就是有点邋遢 咱们现在交给助理洗一下期待他的变化吧 现在已经洗澡早了哈 高老师来帮粉丝修一下吧 好的没问题 这只品质挺不错的 颜色看起来比较均匀 这位粉丝要求比较高哈 帮他修可爱一点 好的 先把他的小脚脚修圆一点 挺乖的哈 他的性格比较好 接着给他的眼睛开个盲盒 看看会不会有惊喜 会惊艳到你 这只眼睛看着还可以哈 再看一下另一只 哎呀 这眼睛又黑又亮的哈 像黑葡萄一样 睡你眼前一亮 是的 接着再把小脸修圆一点 好的 这小脸修的挺圆糊的哈 你看这小脸都多可爱 坐在这里像个毛绒玩具一样 这是知道自己变美了吗 还在吐蛇呢 这只算是太理解的 是小姐姐喜欢的类型哈 赶快给我吧 给粉丝看一下他的具体品 怎么样吧 已经修好了哈 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一只 目前呢已经三个月大了 看一下 大眼睛 娃娃脸 最主要的是还会吐蛇 卖萌的 是小姐姐喜欢的类型哈 嘴巴不到一直宽 这只呢毛练也特别好哈 体型只有巴掌大 还有小姐姐比较担心他的状态哈 咱们下来给他玩一会儿 顺便看一下他的状态如何哈 别干小就是跑得快哈超年呀 养狗就要养这种状态的哈 这样到新家就比较好上手饲养的 玩累了还跟着撒娇呢 赶快给你的主人拍个美美的照片看一下吧 你 每当我想起你